中秋节是民间传统佳节 实在农历八月十五日 每年的这个时候秋高气爽 月亮最大最远 而整个中秋节的活动 也主要围绕月子展开 关于中秋节的来列 有几种不同的传说 传说之一 在遥远的皇帝年代 有一位天 有一年 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 这十个太阳啊 烤得大地发热 冒烟 海水枯干 老百姓眼看无法再生活下去 这件事惊动了一个名叫后裔的英雄 他登上了昆仑山顶 拉开神宫 一口气设下九个多余的太阳 后裔立下了盖世神宫 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 不少知事慕名前来 投射血液 心术不振的冯蒙也混了进来 冯后裔娶了个美丽善良的妻子 名叫嫦娥 后裔除传语狩猎外 终日和妻子嫦娥在一起 人们都羡慕这对郎才女貌的恩爱夫妻 一天 后裔到昆仑山 访友求到 巧遇王母娘娘 变下王母求得一包不死药 据说服下此药 就能升天成仙 但后裔舍不得撇下妻子独自产仙 便暂时把不死药交给嫦娥 珍藏 准备找个好时机 两人一起服用 嫦娥将药藏进了百宝侠里 不料被冯蒙看见了 三天后 后裔外出狩猎 惊怀鬼胎的冯蒙 假装生病 留了下来 带后裔 率众人 走后不久 冯蒙手持宝剑 闯入后院 威逼嫦娥 交出不死药 嫦娥知道自己 不是冯蒙的对手 危急之下 她当即立断 转身打开 白宝侠 拿出不死药 一口吞了下去 嫦娥吞下药 身子历史飘离了地面 冲出窗口 向天上飞去 由于嫦娥牵挂着丈夫 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了仙 傍晚 后裔回到家里 侍女们哭诉了白天发生的事 后裔又惊又怒 冯蒙却早已逃走 气得后裔垂胸顿足 哇哇大叫 悲痛欲绝的后裔仰望着夜空 呼唤着爱妻的名字 她惊喜地发现 月亮格外皎洁泥酿 而且有个晃动的身影 酷似嫦娥 后裔急忙派人到嫦娥喜爱的后花园 摆上香案 放上她平时最爱吃的蜜食鲜果 姚记在月宫里剧念自己的嫦娥 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故事后 纷纷在月下摆设相案 向嫦娥祈求吉祥 从此中秋半月的风俗 在民间传开了 关于中秋节的第二个传说 人们不能忍受十日病出的痛苦 神剑手后裔就把其中的九个太阳射了下来之后 替万民消除了灾难 感激万分的人们于是拥立他为王 后裔登上王位后 迅速的腐化便知 他沉迷酒色 随意杀人 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暴君 他也希望长生不老 跑到昆仑山 盗取了王母娘娘的不死药 但他的暴行啊 令他的妻子嫦娥也无法忍受 要是这家伙吃了长生不老药 永远统治人间 百姓还有翻身的这一天吗 于是嫦娥就悄悄的把不死药偷来吃了 他轻飘飘的飞上了越宫 而后裔这个暴君 当然也就没有法子 指望永远活在世上了 他一死 神门的苦难 才总算 暂告一段落 为了表示 对嫦娥大恩大德的感激 后来人们每逢中秋都要拜月 意思就是向月宫里的嫦娥 致意问候 再说